我是台湾长照医学会理事长 我是台湾家庭医学会专科医师 游博恩 游医师 大家好 家中长辈住院开刀 后续想申请长照2.0 请问理事长现在的申请程序是什么 在出院之前其实很多医院 如果医学中医师一定有 你可以跟我们的护理部来谈议 说你们需要来申请一个 所谓的照护员或者长照护物 他们就会用评估的方法 专案的方法来介绍你各种 毕竟医院最了解你是需要哪一集 哪些的服务的长照医 有些是需要护健的 有些是需要心理的 有些是需要其他科的 这样去分裂的话会得到比较专业 而且对你有帮助的所谓的长照的服务 小妹癌症复发还转移 现在也不太能行走 想请看护顾 但主治医生不开力证明 想请问怎样才能算失能 那当然在巴斯亮表有10项 那你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你符合哪一项 那你可以在家自己评估一下 如果你确实是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再到医院请医生来开力 那另外有一种是他卧床都没有办法 那我们可以像卫生所的卫生机关 申请所谓到宅服务的这个 巴斯亮表的开力 当然医师站在专业角度来看 他没有理由说用情绪化来拒绝或接受 你可以很理智的跟医生讲 确实把你困难呈现出来 那当然也有一些 一些条件 比如说80岁以上的老者 独居的人 确实他功能丧失了 或者说他已经卧床等等 比如说伤管病人 两管病人等等 这个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其实就直接医院也会帮你开一个 所谓类似残障证明等等 所以他不只是巴斯亮表这个管道 还有另外这个所谓 失智失人的 也是另外一个管道 但是这些东西 目前还是需要有专业的 医疗人员来开力 才能够申请到合法的外郎 平时是自己照顾肺炎住院的父亲 但医生说他有多重衰退的器官问题 要我送去安养院给专人照顾比较好 请问我该送去吗 如果有疾病的时候 特别是有共病的case 假设他有所谓插管 伤管粮管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要进入护理之家 不是只有安养院 所谓护理之家就是比较专业的护理人员 甚至有些呼吸器 就monitor来专业来看顾他 那如果一般 所谓安养院是针对 还是能够行动自如的 或者说是 有稍微没有那么顺的人 那当然选择安养院里面 也有的是有护色护理之家的 也有的是没有的 那比较热门就是所谓的 医疗机构护色的护理之家 因为他可以做护健也可以做医疗也可以做安养 但是这个名额非常有限 据我了解要申请到护色 这种医院护色的护理之家 好像都要排队排很久 那你只能到民间一般的 所谓护理之家或者安养院去 那那个东西可能在专业上 自己要去评估啦 因为你家的设备等等不等 自己还是要去看一下跟评估这样子 看完影片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